這間Marine Farm,你打開旅遊資料就一定會介紹你來吃蠔 非常出名,所以既然這麼大路出名,我們又來試試 這間已經是第四間試生蠔的地方了,試完告訴你好不好吃 15元 還有他做了很多不同款式的食物 要真正試它好不好吃,當然是吃自然 沒錯 我們就要一搭,根據弟弟的要求 你看弟弟的樣子,都很新鮮 很大隻 我最大隻是這隻,最小隻是這隻 原來試吃家是弟弟,由弟弟告訴你好不好吃 怎樣?弟弟,你覺得怎樣? 很酷 很酷 很像Devil's Corner 哦,像Devil's Corner 像Devil's Corner 對 原來Devil's Corner那間,我看他收錢的公司 跟他一樣,都是Fascinate Marine Farm 我猜大家都是同一個集團來的 弟弟說得出,他真的是吃家了 吃得出真的 很酷 很酷 好像上次的 哦,這樣 我拿這隻最大隻來試試 Devil's Corner 是啊 但平均很小隻 你看,這些細小隻,這些這麼小隻 不太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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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隻不是很多 不是大隻,整體小隻 好,我給大家看看 這樣吧 嘩,我吃了,不客氣了 Creamy 有一點點海鮮味 但其實我們吃慣以前 我們自己在買Coeven Bay 自己開,那些更鹹 因為那些更加 是完全沒有人清洗過 所以暗鹹的都試過 有一點點鹹味,其實是OK的 我覺得,都是好吃的 我吃了另一隻 哥哥,你想吃嗎? 不吃了 但這四間試完之後 仍然給我分 我仍然都覺得 The Fish Van那間是好吃的 小哥,你覺得是嗎? 不知道 我同意 同意 Gogo哥,忍不住,試一口 因為我們看見不停吃 來,起司 用手捱著,如果摔下去 放了芋果 你會放些檸檬嗎? 看著鏡頭自己一起吃 看著鏡頭自己一起吃 你,我吃吧 我认识3个 第3个 Double Corner是第4个 Double Corner是第4个 第3个 第2个 第2个是 Lobster 第2个是Lobster 第1个是Fish Market 我们吃完才发现有条虫 怎么办 都没吃完 我看到这只没有影响我 继续吃的意欲 你看我 我刚刚吃了一只 继续 挺勇敢 没有看到半条 只能看到一条 这样介绍 里面有没有鞋 那里有一粒 不是你的 不是就行了 那里面也不是 也没有影响到弟弟 弟弟也继续吃 是吗 影响了你 影响了你 不是 吃中了一点 对 吃中了 打死了 打死了 好了 截至现时为止 我们总共这个行程 我们是叫了 吃了4大生蠔 一扇就是 The Fish Wren 還有一扇就是在 Devil's Corner 然後昨天在 Lobster吃了半扇 這裏又吃了一扇 在這四扇中遇到兩條蟲 這裏就有一條 這條不像是蟲 是甚麼呢 有蟹蟹的 Crew Crew 我估計是在殼裏出現的 不是在肉裏 我們這樣說服自己 見到一條蟲不怕 見到半條蟲才怕 見到半條蟲我吃了半條好 來到這個Visica Center 我最想看這條魚 因為我在網上看到 有一副相片拍這條魚 很有趣 我就是為了他而來這個Visica Center 原來這條魚很特別 叫甚麼名字 Blobfish Blobfish 很有趣 在這裏才有的 我認為不是Blobfish 不是Blobfish 因為這裏沒有Blobfish 這裏沒有 但這條就叫Blobfish 好像Ceal 好像Ceal 挺有趣 先拍一下 那裏可以介紹一下這隻魚是甚麼特別 為何這麼有趣 Blobfish 看看 沒有Blobfish 沒有Blobfish 是魚糞糞糞的 其實他們不是去捕魚的 他們是期待Blobfish 在Visitor Center旁邊有一條路 只行十分鐘 就是過去旁邊的大豪灣看東西 這裡突然有一座表演堂 這裡是一個露營地區 會不會跟露營的感情有關 應該是夜拍攝 我們應該繼續跟著這條路牌 我們最主要是想看這個觀看 我們在這間Cost Bay餐廳點了這兩樣東西 試試看 它是炭火 哇 炭火製造的 炭火製造的Pizza下來了就不同了 拍攝吧 哇 好吃啊 炭火製造的Pizza下來了就不同了 炭火製造的Pizza下來了就不同了 可以 這裡可以 我都忍不住了 我要選一塊 手忍不住 好 忍不住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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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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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ffalo chicken wings 我都可以吃了 可以 蔥 可以吸 5.3 1個 scoop 4個 scoop 5個嬉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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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過來吃雪糕了 哇 多棒啊 雪糕都不錯 味道啊 是啊 值得吃 值得吃啊 五個多 五個三 這麼大的球 你看Helen的球 你看她的球就跌了 大到 你看我的球 挺厲害 我們來到這個燈塔位置了 這條路它寫是很容易走的 20分鐘來回而已 大概都是一個 又不是circuit來的 總之一出一入 20分鐘 去看燈塔 燈塔在望 只是在後面 是不是 是嗎 我不知道 我會走 我會走 在海裡一大光 看到嗎 看見嗎 看見海面 因為有個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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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射一點 那塊雲的雲 後面這個就是睡覺灣 Sleep Bay 我們來到這個 Pherson National Park 的重點 一個行程 就是來這個 酒杯灣 酒杯灣是來到這裡 不可以不去的地方 本來我真的打算不去 為什麼呢 我上網查資料 有些人說 這裡是要走的 你要去看那個 或者去那邊 要走兩三個小時 哇 糟了 兩三個小時 我們怎麼可以 應該都放不起 所以我打算不走 殊不知去到那個 Visitor Center 真的好久 其實如果你不去沙灘 其實半個小時 就可以上去 那個位置 看上去的酒杯灣 就很漂亮 這個地方 大家真的一定要來 因為這裡已經被譽為 這個酒杯灣 被譽為世界第幾大 不知道第二大 還是什麼 的漂亮的沙灘 所以你不去沙灘 都在上面 看一看下去 它之所以被命名為 酒杯灣 所以就叫酒杯灣 我們現在上去 半小時路程 就可以上去 上面還有再高一點的 那個位置 還有這裡 Hello Hello 這個灣叫Honeymoon Bay 其實不是很多遊客來的 那些網上資料 都沒有特別 是一定要必到的地方 但我看中了它 因為我在Google Map 看到那張照片很漂亮 很吸引 所以我們來 這個景 沒有我們之前看的 Blowhole 那麼澎湃 那麼大浪 那麼厲害 但是反而很平靜 有一種 給你一種 真是世外逃園的感覺 我直望去 海天一色 還有看到水平線 太陽快落山 向前面 然後內灣 是很寧靜的 很舒服的 然後還會偶然間 看到一些 鳥仔 還有看到他們 是擔住 找到食物了 然後就在 他們棲息的地方 就找辦法 破開他們的殼 來吃到他們想吃的東西 很舒服 真真正的陳世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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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